如果没有的话,事故以辞,我们比赛即将开始 待会有个温馨提醒,请在座各位把手机关机或者调至精英 还有此项比赛也严禁场下观众录制,感谢大家的合作 今天的变题是无耻还是疯狂更可怕 事故以辞,有请正方派出一位面手,利润成词,时间有三分钟 有请 疯狂的人搞个炸弹攻击,搞不好自己的面就搭上了 但行无耻之事,人们常常能够趋利避害 所以常人不会学着疯狂,但很容易把别人的无耻当作自己作恶的理由 例如,别人开车的时候随便便到,那礼貌行车都会寸步难行 别人的病人给医生塞红包,那如果我们不塞的话,就会受苦 趋利避害的本性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无耻变成不得已的选择 这就是社会群容所说的破窗效应 最可怕的是,无耻伤害人赖以结社生活的道德准则 影响深远,难以疑合 一个人无耻可能只是相反部分人的利益 但却会动摇所有人对这个社会的信心 好心女子扶起别老老人去医院 这被索要了十数万的医药赔偿 卖粥品的阿姨捡到一千七百元,返还施主,实心不昧 但是那个施主说,我丢了八千二百元,要求去返还六千 碰瓷,行起更是悄然成为职业 当同情遭到利用,好心招来恶果,信任遭到伤害 行善的理由被消敏,无耻就变成了冷漠,甚至作恶的源泉 良知与正义,乃至社会根基之道德都会土崩瓦解 防无倒塌了,我们可以重建 但道德崩坏,人心流失,重建有何容易呢 疯狂如一把烈火,我们会受伤,会震惊 但也不从他叫声中反思反省 可是无耻时,时而如青蛙的温水,时而猛如烈火 他在不知不觉中就教会卑鄙者,卑鄙通行 而高尚只能成为高尚者的慕之名 欲罢而不能,毁之以完语,这才是真正的可怕 谢谢大家 其实有反发派出一名变手,利论重刺 好,谢谢主持,刚才对方Bell在他们的利论之中告诉我们 说疯狂的人,比如说疯狂的打辩论,疯狂的怎样怎样 这样的疯狂,他们觉得一点都不可怕 但是反观一下,就一个无耻的人在脚边吐一口谈 你会觉得可怕吗?也不可怕 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因为见仁见智 我们要比较的是什么?要比较是大家都会感到可怕的疯狂和无耻 这个时候我们要比较的是疯狂的恶事和无耻的恶事 所以像对方Bell那样的例子,我们无法比较 因为见仁见智 所以看来看我方的利论 无耻呢,就是为了利益不顾廉耻 而疯狂就是不惜代价 我方认为无耻 我方认为疯狂更可怕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从个人角度讲 相比于无耻,疯狂更容易把事情做到极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发生医患纠纷的时候 无耻的人也许会过眼缘到医院去扑闹 或者去散布谣言来诋毁这个医生的名誉 但是疯狂的人他会直接冲到医院里面 见人杀人,见鬼杀鬼 他会杀掉那些无辜的人 伤及无辜 所以这样疯狂的人他会用无辜的人去泄愤 而不会就是以自己的理智或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所以说无耻的人未必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付出自己的生命 而疯狂的人则会将生命直至不顾 天网会会数而不漏 当无耻的人考虑到后果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或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时候 一般不会做出超越社会规则的事情 而反观疯狂他做事可以不惜代价 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网顾社会规则 做出的坏事是极端的恶 所以更加的可怕 第二从道德层面来讲 疯狂的行为会使社会沦丧 一个无耻或是道德沦丧 但是还会有利益去制衡这个社会 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套不完美的秩序 但是人们最起码有规则可疑 人和人之间尚可制衡 但是反观一个疯狂的社会 连利益的制衡都不再有 社会没有可以依赖的秩序 整个社会只能陷入混乱 举个例子来说吧 日本可以无耻地在满中国扶持傀儡政权 但是在当时的东北地区 最起码可以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政权规则 但是看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疯狂地杀害无辜的百姓 整个地区陷入一种无秩序的疯狂之中 整个社会无法依据一定的秩序去正常的运作 所以综上从个人的角度 疯狂不再加 更容易把恶做到极端 然后从社会的角度 疯狂会让社会无序 所以疯狂更可怕 谢谢 谢谢我方便手 接着由正方派出名便手进行国论 您的时间有三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这方面我在评判可怕不可怕的时候 他们说到一个词叫极端 但举的例子 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可能无耻就是凸口痰 可能就是散不下谣言 那疯狂就可能去杀人 造成生命的代价 我们比的是疯狂造成的 哪个造成的生命代价大 哪个造成的死的人多 好 我们就在民放的这个表表里 还是比 造豆腐渣工程 桥塌了 楼塌了 地震来了 是检定那个楼 到底接不接是那个标准的时候 是不是也死了人 当我们那些无耻的官员 去瞒报粮食产量 虚报粮食产量 去把毛泽东捕上天的时候 自然灾害来了 全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 甚至于比战争造成的危险还要大的时候 高梅佑告诉我 伤害大不大 而薅开这个伤害本身 再看高梅佑举这些例子 这些例子当中 高梅佑的归因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疯狂呀 一切都是疯狂的源泉 哪一大处杀就是因为一群年的疯狂 战争是一群年的疯狂 医患也是一群年的疯狂 大家想想这样的简单归因是不是可以使用 我们知道疯狂的人可能就是狂热的状态 这狂热的状态做什么都有可能 我方也说了 狂热有可能去狂热的学习 狂热的进步 也有可能去狂热的做恶事 但是注意 真正让你行恶的那个东西不是疯狂 在南京大城大城中 是那个情况之下 日本人的军国主义让每一个人点燃了每个人的疯狂 是背后那些无耻的操纵这些军人 去让他们卖命的那些人 是他们让他们凑恶了 同样的道理 在战争当中纵这么一个无耻的人在背后 举弄那些无知的民众 点燃他们的情绪 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大众往往是无耻而情绪化的 而他教给我们的就是 不必轻而易举地通过无耻去点燃他们的热情 让他们为你作恶 听明白吗 就是说疯狂是可以让你把那个恶做得可能更大一点的那个事情 但是这个让你作恶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可能是愚昧 可能是无耻 可能是仇恨 可能是人性当中那部分本来就有了恶 这东西都不是疯狂带来的 那个结果也不是疯狂带来的 端表这样的简单归因 我方不可以接受 好 我们跳出来看 我们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去比较 哪个道行的死的人多 哪个道行的伤亡大 即使我方说了这样的比较 我方依旧可以得证 但是我方不希望这么简单的去比较 我们希望看到 大家看到的是 这更正式到无耻的可怕之处 它可怕不在于那一次伤亡 不在于那一次事故 因为疯狂造成的一次事故 有人杀人 有人去砍人 这个时候它做了 我们之后可以防范 我们可以加强安保 我们会反思 我们反思以后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无耻不会 人是自立的 想象一下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不无耻的情况下 你无耻就会得利 所有人都无耻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无耻你会受害 这种趋利避害的方式 使得这个社会当中 无耻是会被传染的 就是破创效应 当这个无耻存在这个社会当中 它会寄而影响到其他的人 一个人无耻 会影响到所有人 对这个社会的信心 但我们不再相信 这个社会中有爱 有良知 一切都会被我们的利益 所操控的时候 人类社会的架构 就不存在了 谢谢 谢谢正方便手 谢谢有请 反发便手 进行博论 你的时间有三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遍迪之前 我们要先画一遍迪的讨论范围 因为我发现 对方今天比较平台 非常的不公平 他说无耻一定是作恶 疯狂的人 他有善的动机 可是我们大家想一想 无耻的人 可不可以出于善的动机 为社会做出有用的事情呢 按照对方没有标准 无耻就是不道德的事情 哥凡尼提出日清说的时候 遭到教会的迫害 指责他是一个无耻的人 可是哥凡尼是不是 也为社会带来好的事情呢 所以对方没有 就动机好坏来讨论 无耻跟疯狂都不可能可怕 所以这一块有必要讨论吗 显然没有 我们要比较就比较 社会常识下都做坏事的 疯狂跟无耻 哪个更可怕 现在对方没有对我方论杰有个误解 他方天说 无耻也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 我方承认 可是我们就比较必然性来讲 我方说了 无耻可能朝街上吐一口谈 这种行为不极端 反观疯狂 对方如果能举出一个不极端 非常有分寸 非常知道尺度的疯狂话 那我方就觉得疯狂也不一定可怕 而我们现实中看到的是 疯狂的所有行为 只要是出于恶的 都会必然导致极端的行为 所以极端的行为会更可怕 好我们再来看对方今天两个更点 第一对方今天跟我们说 无耻的人 他会精于算计 会做出更大的恶事情 可是对又没有 一方是在跟我们说 一个无耻的人当他聪明的时候 他很可怕 可是大家想想 疯狂的人难道都是脑残吗 我们说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他是不是很有智商呢 我们说 我们看过的很大部分电影都是 疯狂的杀人狂 高智商的杀人狂 电锯杀人魔 这种人是不是聪明的人 聪明且疯狂 做出也会做出坏事呢 如果无耻的人他没有那么聪明的话 我们只会觉得他很讨厌吧 比如说他到处土壇 土壇了之后还不发 还不隐藏 告诉大家我就土壇怎么 所以会遭到寻起而公知 无耻的人他只要不聪明 都是讨厌的行为 不等同于可怕 这是您方没有认证的 第二点 您方今天说 无耻的人因为出于恋 这也会更容易传染 可是您方刚刚跟我们 举出的例子当中 疯狂的人遭受到愚弄的时候 人们忧郁情绪的高涨 也会互相传染 传染 洗脑的人怎么洗脑 当他口才好的时候 碰起大家的共鸣的情绪 所以这种情绪也就造成传染 所以您方的不可痛心 影响深远性 导致这种传染 疯狂言也有 所以您方这点 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第二位我告诉我们说 无耻它是会颠触社会价值 会动摇我们对社会的认知 可是我们大家想想 疯狂的人会不会也颠覆社会价值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每个人都疯狂 社会错的都变成对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颠覆社会价值 所以颠覆社会价值的人 是不是疯狂的人 这种不计代价 破坏次序的这种颠覆 更加难以被把控呢 当无耻的人 违惑于社会的时候 我们有正义感的人 我们应该去讨厌他们 因为我们要去制衡他们 反观面对疯狂的时候 当所有人的价值都破坏的时候 这是一个绝望的社会 无耻的社会 我们还有希望 可是疯狂是一种绝望 所以就我们方经议的 对社会的修正性与否 才是疯狂的可怕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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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变手 第一次是旁问环节 有请正方派出一名变手 旁问 反方派出两名变手 回答 对方变手您好 两位变手 好 谢谢主席 对方变手您好 首先请问一下对方二变 您方觉得应该挑战比较极端的事情 那我们先看一下 有极端的疯狂 想请问您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在大街上面 突然抽出一把刀 随便砍 你很疯狂的吧 对我方不是说讨论极端的事情 是讨论两者都伪恶的时候 对都伪恶 这个是伪恶吧 对是伪恶 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人在喊 第一反应 跑回家躲起来 也没有错吧 对啊 非常可怕 所以我要躲他 但是第二反应 跑回家躲起来之后 我是也拿出一把刀 跑到街上跟着他一起砍人 还是就躲到家里 不要出来 面对无耻的人 我们可以跟他对抗 什么风格的人 如果我也去砍的话 我会不会砍的 先请教你 您会跟着砍人吗 对吗 我会去砍他 如果死亡的 你也会砍他 我不砍他 我不会 对正常 都不会这么干 好 我们来跟对方 思辨请教一下 您话说 有些无耻看着很小 但我好像觉得 这些也应该讨个 给您举个小例子 如果你一个人 在等公交的时候 发现公交车一来 大家都不排队 全都挤上去 请问一个正常人 这个时候 我该就不过 都没有可能会 维持秩序 可能会跟他们一起上 但是都没有 这个都没有 好厌 但如果你不跟他一起挤 结果就是每一辆 公交车都过去了 你从来没有上车的可能 不是对方 您不虽告诉我们 所有人无耻 也跟得不得不无耻 但如果所有人疯狂呢 是不是我们 来别挤 最后不要挤得下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其中的 心理原因好了 当我看到别人挤公交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去挤公交 是不是因为 环境都这样了 我不这么做 我就会很惨 错对方 没有你理解错了 因为一个疯狂的人 一个有理智的人 他知道公交车会等他的 如果有疯狂的人 他没有理智 他就会挤上去 对方 我现在还只是在讲 正常等公交 你不要急着讲疯狂 如果说我为了上得了公交车 大家都不守规则 我也要去守规则 您方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有理智的人知道公交车会等他 所以最疯狂的人 全都会去挤上去 就这么多 如果您不跟着大家一起 几时尚不聊 在这个情景之下 我们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相信 在座各位也是可以理解 那是再想请问您 我可以等下一趟 我又不是工作 可能为什么要赶时间 对 您可以不赶 但是有人要赶 我们再请问您 同样的道理 当官官相互 都要买官卖官 才能够攀升的时候 想请问您 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之下 我不买官 甚至我连正常的饭板都保不住 您说我该怎么办 对 都要没有告诉我们 确实是无耻容易传染 但是一个疯狂的环境 也容易传染 您比不出来更可怕 但是您刚刚明明说了 有街上砍人的说 正常的反应不是拿刀上去砍人 再请问您一个道理 好了 想请问您 我们大家更比较害怕 被别人下毒 还是比较害怕 像中国现在 食品安全这个问题 更加可怕一点 我觉得我们比较害怕 文革的时代 当人人都被传染的时候 我真的很危险 我问的是现在 不好意思 现在您方觉得 大家比较会害怕 谢谢 谢谢 接着是由反方进行谈问 请反方派出名代表 正方派出两名代表回答 您的时间同样有三分钟有请 您好 队外面有 您方是告诉我说 益传染就更可怕对吗 其中一个 好 那我们先从益传染入手 请问您 究竟是感冒这种益传染病更可怕 还是癌症更可怕 如果是流感大范围爆发 像现在埃博拉病毒 不见得比没有癌症更可怕 所以您方是告诉我 危害又大又异传染才可怕 而不是单纯异传染就可怕 对不对 所有单纯的标准都比较 是是是 我明白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同时还要看 他威胁大不大 对不对 OK 对 无耻也可以造成 今天我们打成了第一个共识 那我们来看 您方告诉我 无耻其中的一个危害 就是鲸鱼计算的情况下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三面 是 那请问你 如果说疯狂也鲸鱼计算 会不会也产生很大的伤害呢 四面 疯狂的人 为什么鲸鱼计算 你需要少论证一下 因为疯狂的人是失去理智的 我简单的问 我简单的问 疯狂的人一定没有脑子吗 三面 您方明明没有告诉我 疯狂是不惜一切代价 这个时候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判断 和计算能力 又说他精于计算 怎么做到 对于一个人种的保留 物种的保留 是我们人类达成的共识吧 这个时候 西藏的时候 我们把它杀掉吧 我们要建立一种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请问你这个时候 他疯狂吗 四面 犹太人不答应 共识是哪里来的 是 我们达成的共识是 物种需要保留 人人不能够被杀害 但是他依然进入屠杀 这个时候他疯狂吗 四面 这个时候他是无耻啊 您觉得这个时候他不疯狂 他只是无耻 对吧 在您的看来 在我看两者皆有 在您看两者皆有 您觉得他可怕的地方 是他杀我呢 还是源自于 他说我要杀你 是决于哪个动作 这方面 您把犹太人被屠杀 500个人被屠杀 归尾希特勒一个人的疯狂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 欧洲盛行反犹主义 不把犹太人当人 那种仇恨的种子 可以被一个人点燃吗 没有没有 不是一个人点燃 是纳粹点燃 大家都明白 既然这方面不敢正面回答我 金鱼计算的疯狂 那么来看您第二个问题 您告诉我 疯狂会对社会 无耻为对社会的信心造成动摇 人人会变成那样的人 对吧 更重要的社会 或者这个社会的道德技术 两知与正义 我明白明白 一个社会没有道德 还是不是社会 看你怎么记得 不能和社会学在 基本还是社会嘛 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 大家都人心不古 人人碰瓷 还基本是一个社会 对不对 不是啊 没有道德和道德 有一点损 还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是 明白明白 按照您方说的 现在已经有碰瓷 已经有诈骗集团 中国还是中国 再发展下去 道德没有了 不是中国 不是社会了 暂时还是中国 那请问你 当人人疯狂 陷入疯狂的文革 那个时候可不可怕 那时候还是中国吗 可怕 但你要比啊 我明白 所以您方是想要告诉我 文革反而不如现在可怕 现在人人碰瓷 不可怕 文革可不可怕 文革中真正的疯狂 持续的时间 只有一两年 人们叙事就从那当中的恶果中反省过来 今天我们会反思 可是今天中国人人从无止中得力 我们反思过吗 谢谢 好 谢谢双方便宠了 接着由反方进行小节 您的时间有一分钟三十秒 反方进行小节 好 谢谢主席小节 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亦不亦传染的问题 就要没有说上街砍人 就要没有我们举一个实例 七五的时候 维族人在上街砍汉族人 到时候汉族人怎么办 他们当时也抱团有趣 对于维族人进行一个报复 当时这不互相报复 这正是疯狂的环境当中 也会被感染 当然好 在中国当时有社会在压 但是在非洲则不然 非洲很可能 它种族大屠杀 在疯狂的一个社会当中 人们相互感染 会导致卢旺达大屠杀等等 这就是什么呢 失去理智的社会 若方三变的谈论 它已经不是一个社会 所以依传染性这个问题上 疯狂的社会也会传染 无耻社会也会传染 无耻的社会 正如一方所说的 极公交那个例子 人们可能会在那个情况下 不得不无耻 这可不可怕 可怕 但是疯狂的社会会怎么样 当一个世界疯狂的 您也跟着疯狂 但这个时候 人们的疯狂而不自知 自己不知道那个时候 自己是疯狂的 所以在传染性这个点上 对方是不是无法论证出来 他方的无耻更可怕的 是第一个点 易不易传染的问题 第二个点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说一个叫做 易不易防的问题 对方说什么呢 说无耻这个东西不易防 但对方没有说什么 他说的是高智商的犯罪 但是一个高智商的疯子 比如说沉默高一边的 汉泥巴医生 他是一个高智商疯子 也无可防的 所以对方没有 我们要比就比 同一个智商之下 这样比才有道理 对不对 那么同一个智商之下 为什么我们说疯狂更可怕的 他比起那个无耻的人 更无所顾忌 一个越无所顾忌的人 他越容易把事情做到极端 这是个人 那么社会层面 正如我方所说的 一个无耻的社会 至少还有利益在做制衡 一个疯狂的社会 他将不是社会 没有质学 谢谢 谢谢大方面熟 接着由正方进行小节 时间为一分钟三十秒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莫比尔很快就意识到 我的盘论是在讲传染性这一点 可是可惜的是 他没有只看到了表象 因为我想探讨的是 传染背后的机制 到底来源于什么 如果对外没有所言 欺负事件当中 我们可能会去报复 可能在反制游行当中 会有人疯狂的去砸车 然后也传染开来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冷静的那一天 我们会想到这件事情不对 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疯狂的时候 受损的不只是他人 我自己也可能受害啊 但是无耻会吗 无耻不会 为什么 如果别人挤公交的时候 我不上去挤 我在那里等着排队 可能十趟公交都过去了 我没有上公交 我上不了班上不了学 这是最小的事情 可是大的事情也一样啊 如果说整个官场 大家都在买官卖官 我不去递红包的时候 我可能连自己的职业都保不住的时候 我就会也选择随波逐流 可是这时候我会反思吗 不会 心理学有一个大理论叫做归因偏差 其中有一条叫做自力偏差 说的就是在人们在这种情形之下 会倾向于把国力的因素 归咎于环境的原因 他会告诉大家 环境如此 我迫不得已啊 我只不过是为了我的一碗饭 我只不过为了自己 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所以我很可怜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 当这种风气蔓延 蔚然成风 当社会上像对面有所讲 也已经承认了 当乞讨成为职业 当食品安局问题 成为我们的头等大势的时候 你无处可躲 防不胜防 这难道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吗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各位朋友请教你 刚刚提到了文革 文化大革命当中 如果我不回去批斗 我自己的父母和老师 我就会被批斗被打死 这个时候我的无耻 是不是被讨 环境所必是可以传染的 所以你觉得文化大革命 不是疯狂传染导致的结果吗 不是 我问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无耻是不是被传染的 对 你们说无耻有传染的机制 你在论证它怎么传染 没有比较传染的效果如何 传染的效果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网顾离联齐 回家批斗自己的父母和老师 把自己的父母 名字写当大字包 让他们修奋而死 这里是无耻的后果 可怕不可怕 对不对 无耻的后果是不道德 但是疯狂的后果 也可能是不道德 你不能拿不道德就说成是无耻 难道疯狂的人都非常讲究人业理自信吗 这还叫疯狂吗 同样的情形下 文革当中您举下例子 疯狂的后果在哪里 疯狂的后果就是 您方说的大字包批斗 甚至把人盯到铁桶里 哦 原来我受逼于别人的无耻 而做出的传染 在您方看来就是疯狂 好 没关系 看您方的理论当中举的例子 您方在个人从中认为 医患当中我直接去砍人 比毁坏一个医院的生育 更可怕是吗 是按照您方今天的理论 您方说不道德的事情都是无耻 是您方这种倒推 用结果倒推不能够成立 再想请问您方呢 您方今天说疯狂的 无耻的人有反思机制 无耻的反思机制有没有 我们大家会不会制定法律去规约它 法律怎么规定无耻 请你解释一下 无耻的人都是逐利的 如果有法律规约的话 我会顾及风险 反观疯狂的人不计代价 更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不对哦 疯狂的人反而更容易 直接通过法律来例行 比如台北监运上的事情 你马上加强安保 但无耻的人任务细无深 你怎么样防范 第二次请问您 在一换矛盾中 是不是直接砍人 比毁坏生育 更可怕 第二次问您 第二次有没有加强安保 为什么还会频繁出现坠机 第二次问您 第三次问您 砍人是不是直接比毁育 更可怕 请正面回答我 那您方比较的程度不同 您方说一个无耻的人 位高权重才能够毁育 请您正面回答我 一个疯狂的人位高权重 会不会毁育 不对 这个例子是您方举出来的 您方说在医患矛盾当中 那我就告诉您 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发生病患 打击医院的时候 这个时候社会舆论 都会倾向于去批判那个疯子 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但如果你运用一些 乌合之类的理论 去控制我们的思想 就让我们毁坏医院的生育 你察觉不到 这样是不是更可怕 更难以逼补呢 对 您方也说了 他去控制思想 证明这个人非常聪明嘛 您方再说 无耻的人聪明的时候很可怕 但请问你 疯狂的人聪明可不可怕 不准个疯狂的人好不好 疯狂 所以您方也看到 医患矛盾这一点疯狂的人 他是会传染的 哦 所以说每个人 遇到矛盾都去砍人是吗 可以传染哦 不一定 但是疯狂的人 这种情绪高养比传染 您方没有比较传染 或者更大 我有在比较 我方一遍绿论就说了 如果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别人都递红包 我不递 那么医生对我的上心 程度就会小一点 就是我是坏 我迫的要去递红包 但是遇到医患纠纷 你可能有位同学比较阶段一点 他砍人 这个时候我觉得砍人会犯法 那我不是砍人 这个时候怎么会传染到我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您方只是在说 无耻有它的传染机制 可是疯狂的传染机制是什么 情绪感染 这种情绪感染 是不是比无耻的传染机制 更恐怖呢 不对 情绪感染不必然 我有理性 但是无耻的传染 是根据人的趋利避害的 本性来决定的 所以说无耻的传染是必然 而疯狂的传染不必然 在前面您 您认为在满洲国当中 满洲国当中的洗脑教育的 无耻的这种教育 反而没有 难听到的事直接杀人 更可怕是吗 对啊 没有 我有道德 我有节操 所以不会被无耻传染 您方念无非再告诉我们说 没有理性的人 疯狂不会被传染 但是无耻的人 有道德的人 无耻并不一定会传染 所以您方全场都没有比较 谢谢 好 谢谢双方片手 接着是自由变环节 各方时间有四分钟 有请正方先发动公式 谢谢主席大家好 特别一直在讲 疯狂能够破坏规则 可是请问您 您方看到无耻的情况下 还有规则的存在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会被规则篡改 会利用 文革的时候 疯狂的时间 只是一两年 可是对于规则的篡改 和操纵 却保留到了现在 请问您哪个遗害更长 对 所以按照您方的 我们今天在反思 我们在完善法律制度 让无耻人无路可走 周永康当当上常委之后 用自己的无耻手段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 公共联法系统 这样的改变规则的行为 可不可怕 对方便有 您还是说高市场的无耻 最可怕的 您刚才所说的传言是什么的 社会的无耻会传染给个人 但是个人的疯狂 不会传染给社会 对方便有 您两个不是站在 一个层面上去比较的 对方便有 我是在告诉你 懂得规则 利用规则更可怕 我只讲一个普通的 美国交易员 新业银行的交易员 他一个普通交易员 因为他懂规则 他利用规则 他一个人就让一个银行 蒙受几十亿的损失 这种人很可怕 所以您是要告诉我 这样一个人的可怕程度 是超过全民疯狂的文革的时候吗 那要用全民都不会规则 和你的全民疯狂才能比呀 你用全民疯狂和我 一个人的无耻比 怎么比得出来呢 对 您刚说聪明的无耻很可怕 我刚能不能说 聪明的疯狂很可怕 希特勒解释一下 希特勒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所有的危害 不能归属于 因为希特勒一个人的疯狂 这个人尽无耻又疯狂 进而 是那个社会环境 造成的那样的后果 所以这方面 我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告诉我们 很多人一起去做 一件事很可怕 可怕的 不是疯狂和无耻 而是这件 很多人去做的事 错 是您刚把可怕的事情 描述为疯狂 我方是告诉您 他为什么这样去做 是因为有无耻的 那个推动力 让人这样去做 那个根本的原因 是不是比你描述 那个状态更可怕 对啊 没有 您说利用规则很可怕 但您能不能论证一下 利用规则比疯狂的 践踏规则更可怕 您能不能论证一下 践踏了规则 把你关起来 对不对 但是我无耻的篡改规则 没有人发现 我偷偷的损害 全部人的利益 是不是更可怕呢 好吧 假设您说的 那个状态存在 那请问你按照 您方的规则的说法 现代社会 已经被篡改规则 您方是要告诉我 现代社会 比文革社会 要更可怕 更危害吗 谁告诉你说 现代社会 是被篡改的规则的 所以即便无耻的人 他会可能篡改规则 但是他不道德之后 他还有利益的考量 我们可以用利益 去制衡他 形成社会秩序 请您正面回答我 一个无耻的人 可能在地上吐痰 这种行为可不可怕 可是疯狂的人作恶 一定是极端的哦 好 对方没有 您还是跟我描述 文革社会状况是疯狂的 有没有问过文革疯狂的原因 从哪里来 是毛泽东一个人疯狂 这个国家就动乱十年了吗 还是有无数的人 像郭沫洛那样的人说 毛主席赛过亲爷爷 无数的人把他捧上天 无耻的蛮暴 粮食的产量 用这种无耻的力量 推上了权力的疯狂 那个根源才更可怕呢 文革的根源是 疯狂是容易传染的 正面回答我 无耻的人 不一定会把恶事情做到极端 因为有利益限制 疯狂的人 一定会把恶事情做到极端 一遍刚刚自己说 疯狂的人只能为恶 又只能极端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反问你一句 疯狂的人也可以为善呢 我们不过千里 来到马来西亚 疯狂的辩论 是不是也是一件好事呢 那么按照您的标准 两个的范围 都可以可大和小总比 对方便有两者 都有不可怕的一面嘛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比较 就比较恶的一面 对方便有说 有些疯狂背后有无耻 但是我们说 有些有无耻背后 是不是也有疯狂 我无耻的诋毁 我非常方便 也是有极端的仇恨他 我做出无耻 敌毁他的事情 无耻背后有疯狂 疯狂背后也可能有无耻 对方便有怎么比 所以说造成您帮您 诋毁您帮三面的原因是 仇恨不是疯狂 所有的归因 都可以归因到其他的东西 而不是疯狂 包括只是放大气而已 我方产生了 所有无耻传染的机制 内在机制是因为人趋利避害 您帮所有的传染 都是描述说 好像是传染 那只是个结果 不是机制 对方便有不对 你常识性错误 您一直在告诉我 可怕的不是表面的现象 是那个根 但不要忘记 我真正会害怕他 不是因为他 不是害怕他仇恨我 而是害怕他真的伤害我 我今天怕一个抢劫犯 不是害怕他抢我钱 是害怕他拿刀捅我 你明白吗 我害怕的是他做的那件事 而不是他最后有什么根 这个不重要 不要不要 大家对什么东西感到害怕 根本不是需要我们去论证 就能够强力的 是大家天然的那种 肾上腺素 就会对这件事情 分辟的比较多 那你要用这样的例子 来去论这个地方的观点吧 那我们是不是做个调查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无耻的人 但是由于我的利益考量 我未必会做出 那么不计代价的事情 是不是今天无耻 他造成伤害不是很大呢 我明白了 所有的害怕 都是因为造成我心里的感受 一件疯狂的事情 一个人丧失理智度 来说冲击真的很大 但冲两天就过去了 我会恢复理智的生活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懂得 无耻那个机制 它是必然的会传染 会导致我们对于社会的信心丧失 这个机制已经很摆在那里的时候 他会真正每天 有生活担心 才会真正可怕 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社会 我想他冲情要是感到可悲 甚至一种可怜 你说他真的害怕这个社会吗 未必 但是一个杀人犯一个骗子 你愿意谁跟你住在一间房间 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愿意跟骗子 起码他会杀我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东西有多可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把这种行为合理化 因为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您方所说的 会吐一口痰 成为一个小小的无耻的人 这样的合理化 难道不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吗 难道您方认为疯狂的人不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您觉得疯狂的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是错的事情吗 那请您正面回答我 您方今天说无耻 他有自己背后的机制 可是这种机制我们应该去正面的制约他 而不是应该去怕他呢 没有 您方都懂得说疯狂的人丧失理智又怎么合理化 您方解释一下这个矛盾 对不对 举个例子 我恶武斗的人他认为我自己唯有牺牲多壮志 对不对 有疯狂都不自知不自觉 对不对 这是不是更可怕 对 您方只看到了武斗 看到了杀人 看到了疯狂的表象 您方觉得给你冲击特别大 但我方告诉你 武斗是因为一系列无耻的人造成的结果 屠杀是因为背后那个无耻的人的仇恨 这个时候把背后的机制告诉你的时候 是不是您方的表象已经不太重要了呢 我疯狂之所以会觉得可怕 是因为疯狂的人觉得自己做的才是对的 你们才是疯狂的人 而无耻的人则会觉得好吧 我也是做的错的 但是我会相对去掩盖 对 对 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别人觉得他说我是错的呀 当我无耻的人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别人看到说 那我也无耻一把 对不对 这是传染 其实 所以这样的人很可恶 但是不是很可怕的人 这个人真的很可怕 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这样被传染之后 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了道德秩序 没有了正义和良知 我认为非常可怕 人类都不失其为人类的理由了 对不对 怎样会没有秩序 就是不但我这样说 而且还这样做 这样做是怎样 很疯狂嘛 我觉得这样做可以 大家跟我一起做 不但言传 还生教 请问你 是不是生教的疯狂 更可怕 所以所有例子呢 只要有行为都是疯狂是吗 不是有行为都是疯狂 我们揪起本音 当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而且我这样做 因为为这样做去牺牲 这不是疯狂 哪有是无耻 全社会都认为 做一件事情是对的 而且对是因为别人的无耻 就是它传染的机制 一个人疯狂的杀人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效仿呢 这话还在告诉我们 传染的问题 可是传染问题的排位当中 已经跟刚刚边有解释清楚了 会传染不代表有危害 真正会传染不代表可怕 危害大才真的可怕 既然癌症够可怕了 但是它跟会传染 感冒相比 何者重何者轻啊 对 刚边有在个人层面 我们已经解释很清楚 为什么这种不计后果 会把事情做到极端 那么社会层面在问对方 一个社会为无耻的 他至少还剩下利益制衡 如果一个社会疯狂了 还剩下什么 民放自便 能不能告大家 失去理智的社会 还剩下什么 我们人心中当然有阴暗面 但是这种阴暗面 我们应该去畏缩它 让它大行其道 还是说我们应该制定规则 去约束它呢 谢谢双方电手 现在由反方进行总结 请反方派出一名代表 进行总结 您的时间有限分钟 好 谢谢 其实即便解决两个问题 就能解决今天所有讨论 第一个问题 无耻跟风狂比什么 第二个问题怎么比 首先来看比什么 对方说疯狂可能有好有坏啊 比如说疯狂的打边论 的确疯狂有不可怕的一面 我们承认 但是无耻是不是也有不可怕的一面 比如说一个矮穷挫 他想挖我的墙角去抢我的妻子 我觉得他不可怕 只是讨厌而已嘛 所以对方面有无耻跟疯狂 都有不可怕的一面 我们今天既然是比较 谁更可怕 所以我们先画入一个范围 再讨论作为这一面 这是第一点 我们比什么 第二个点对方面有 既然无耻跟疯狂怎么比 当然是比较行为嘛 两种行为谁更可怕 当我问对方一些疯狂 但不自觉的例子 对方面有觉得行为 好像比不出来 他去归原因 他说那些背后是无耻指使的 但是我们想想 确实有的 疯狂背后有无耻 但是是不是有的 无耻背后也有疯狂呢 比如说我疯狂的仇视一个人 这个地方的确有什么事 但是也有疯狂的不计代价 我是不是也可能做无耻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比 是不是就比较两种行为 因为只有行为和行为之间才可比 而不能像对方一样 觉得解释我们的行为解释不了 就去解决背后的归因 其实归因问题 对方一遍也讲了 疯狂跟无耻背后 都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个疯狂的行为 背后可能是无耻 也可能是别的因素 无耻的行为同样是道理 所以归因这个问题上 就剩下一个问题 动机 但是动机在社会当中 往往是不可揣测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比 我们就比较两种行为 这就是比什么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怎么比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无耻更恐怕 第一问题 一传染 但是无耻的传染是什么 这种是深言传 对不对 教唆 但是疯狂的 在一个疯狂的社会 人们会被感染而不自知 这种什么传染 深教 对不对 所以这两种传染模式 如果非要比的话 我们说深教的传染 传染性更甚于言传 对方还说 说那传染完之后 无耻会反思 疯狂会反思 那么我们想 香港社会 现在是不是公交车 这个秩序又非常好 这个什么呢 社会会反思 同样道理 社会也会反思疯狂 因为我们会制定一些规则等等 比如说像我们的违汉矛盾 就没有像非洲那样 总独大屠杀不可收拾 所以在社会层面 两者都会反思 反思这个点 是不是也不可理 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个点 对方说规则 对方说 不只是利用规则 是很可怕 但是利用规则 为什么比践踏规则 更可怕 对方没有 还是没有给你出来 对方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偷偷的这样做 但是偷偷的这样做 出名什么 是说他们性别 还有所顾忌 他们不愿意 在无耻的时候 把自己也搭进去 他们有所顾忌 但是践踏规则 他们是什么呢 同样是做 他们无所顾忌 是不是无所顾忌 在个人层面 更容易把事情 推到极端呢 所以对方没有 不要拿那种 高智商的那些犯罪的 他们偷偷的做 别人都发现不了 所以很饿 来比一些 低智商的疯子 上街随便砍人 对方没有 高智商的无耻 确实比低智商的疯狂 更可怕 但是不公平 那么个人层面 怎么比呢 站在同一个智商角度 我们看 有所顾忌 还是无所顾忌 更可怕 当然无所顾忌 更容易推到极端 那么社会层面 怎么看呢 失去了 无耻的社会 还有利益是什么 但是失去了理智 无所顾忌 不失一个社会 谢谢 谢谢反方电手 接着由 上方电手进行总结 您的时间 同样是三分钟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希特勒杀了五百万犹太人 然后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叫疯狂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 疯狂怎么导致 这些可怕的恶果呀 希特勒一个人的疯狂 可以导致五百二万人的死吗 维族人只是因为疯狂 他们只要在大街上 砍汉族人吗 我们许多时候 把这些人的恶行 贴上一个疯狂的标签 是因为人不敢直视 人性中那些 更可怕的邪恶的部分 我们把这些人 规矩于疯狂 觉得这一切问题就很好解释 是因为纳粹屠杀犹太人 太可怕了 你说那是因为希特勒 他是个猫子 他疯了 他疯狂了 很好解释 可是我方请您仔细去想 他为什么能成事 他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恶果 是因为那个社会 弥漫着仇恨的情绪 为什么我一族人 要在大街上砍汉族人 是因为民族矛盾 长期得不到化解 是因为新疆的社会问题 非常严重 一般的年轻人在失业 民族不去看疯狂之后的 这些恶的原因 只描述那个疯狂的表象 就推导出疯狂的可怕 这是人没有认真的反思自己 这是一种对历史 对现实的不负责任 如果你只要比这些极端恶利 我方同样可以跟你比 我可以告诉您 在大跃进的时候 是因为官员放卫星 他说我们母产万金 所以国家把粮食都征收走 农民种了粮食 只能在家里饿死 饿死了三千万人 三千万的数字 可不可以跟你比 可以跟你比 可是我方今天不想这样比较可怕 因为这并不是无耻 最让我们感到可怕的原因 疯狂是一个人 提着一把大钢刀 在大街上砍人可怕 可是我方觉得更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那把刀 藏在哪个无耻的笑容后面 疯狂的人 见他规则很可怕 可是我方感到更可怕 是像民族所说 在一个无耻的社会里 利益就是这个社会 唯一的规则 不是说高智商犯罪可怕 我给你举麦道夫的例子 是为了告诉你 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的心里只有利益 这个麦道夫 他为了钱 他连他五十年的朋友 都可以骗 这一点可怕 我方是告诉你 当规则甚至可以被人操纵 像周永康那样 改变这个社会规则的时候 这个社会才叫做可怕 这个时候 我害怕的不仅是我受到伤害 我被伤害的更深的是 我对这个社会的信心 是我那些引以为傲的部分 我心心苦苦攒下零花钱 捐给乞丐 发现他不比我更好 我捐给红色社会的钱 发现他们都拿去养自己的干女儿了 这个时候 我对社会的信心在哪里 我失去了 我想做 不是我不想做一个好人 而是我在一个不义的社会里 我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做一个正义的人 无耻的可怕 不只是他卑鄙 而是他让卑鄙 去利用别人的高尚来通勤 甚至是让我 我想要高尚 可是我找不到高尚的理由 这样的社会的可怕 不只是我不敢相信他人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因为无耻的诱惑太大 这样的社会 是不是比那个单纯的混乱 可是我还能反思的社会 更可怕的兴趣的 谢谢这方面 谢谢厂商 两次对我 谢谢 谢谢